助理 麻烦您跟秦川先生说一下 我现在还不能离开 我就知道他没那么好摆脱 海小姐 做人不能言而不信 我并非什么都没有做 他们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 他就说的让你给那个小贱子 吓小我并不敢 谁知道那个老王那么不重用 连个小姑娘都征服不了 我怎么说都是我亲侄女 下药这个事我做不了 行你心软 那你就等着以后 小贱人跟你一起分老费谱的家钱吧 那你说怎么办 老王的钱也收了 事还没办成 谁说这事没办成 老王没睡成啊 这睡没睡的 还不是咱们说了算 老王媳妇这么一闹 反倒是帮了咱们 从此以后全管成的人都知道 杀海虫 人的老公 的狐狸姬 哎呀 他要是不走 哼 我听这个淹死了 那只要他一走 老太婆的家长就全都是咱们的 走走走去才是他 好好宣传宣传 好好好走都听你的都听你的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说什么见人我见人说 哎呀见人骂你 好啊 翅膀硬了 骂长辈了 你还你那个不要脸的妈一样 就是当表不当亮 哎呀 你没配说我妈 来人啊杀人了大家快来看他呀 我的疲苦啊 他在贯城干的那些桑天黑礼的事 我们都不计较他了 我们请他回家坐坐 他居然还打人了 哎哎就是这个死丫头啊 打小没了铁门啊 高三那年 高级原理理呀 有夫之妇啊 被人老婆捉奸泪狂 啊原来当年那个人就是他呀 就他呀 我晓得到 对对就是他 我都说了 我们海家不认他了 不管他挣多少钱 我们都不要 我在外面不知道报了多少个大款 挣的那赃钱 我们不要啊 够了 这位小姐就是回来探望生病的老人的 你们扯什么沉芝麻烂骨子的事 大家不要道听途说啊 哎哎哎什么道听途说啊 当年啊桌监再康的视频 我这都有了 哎谁看谁看 免费发给你啊 哎哎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是不是他啊 是不是他啊啊 我 你看你看 是不是他啊 是不是他啊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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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看哎你看你看看啊 哎哎怎么不看啊 哎哎哎哎呦 倒是你啊 为什么出路替他说好话啊 啊啊 他是不是给你什么好 他跟你也睡了 你不要睡候他人 什么睡候他人 看这儿呢 谁位是海同 是我 是你抱的姐啊 对 就是她 海天 李慧兰 你们少嫌一呢 以及侮辱诽谤他人 跟我回去录个话 警察同志 搞错了吗 该抓的人是这个小贱人 他乱搞男女关系 是注意你的措辞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们诽谤了 你乱抓人 我要举报你 警察同志 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警察同志 海先生和李女士一一闹 以及辱骂匪谤他人的视频 我都拍下来 就在记过手机上 另外 医院的监控 也可以 就算我 我骂人又怎么了 我骂自家小孩 跟别人有什么关系 自家小孩 叔叔 您是不是忘了 当年可是您 您亲手把我赶出海上 现在又说是自家小孩 五年了 我早就不是当年的海 而你 可是一点掌精都能 我打你 我们在这还敢动手 不动 你别碰 你别碰 我给你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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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挖了坑自己跳的感觉不错的 海小姐 你提前喊我过来 可遵循料实如品 不是我料实如神 是他们狗改不了吃屎 董律师 还请您帮个忙 希望你把他们盯紧 让他们长长记性 好的 海小姐 好 你奶奶的遗产资料证明 我在整理中 过几天再发给你 谢谢 好 我先走了 这一次 就算是为了奶奶 我也不会放过 任何一个坏人 奶奶 您终于醒了 没事 我这老太婆 不是好好的吗 小彤 你一个人来的 孙女婿没陪着你 奶奶不知道 我和秦庄 要离婚的事情 还很喜欢她 现在这个节骨院 她的身体情况 不能让她知道真相 是啊 她一直都很忙 不过 只要她有时间 我一定带她来见你 我这把老骨头 还不知道 能不能傲得 见她一面 奶奶 您瞎说什么呢 您放心 我一定会治好 您的病的 算了 小彤 与其把钱花在 我这个快死的 老太婆身上 还不如为你的未来 多多打算 奶奶不希望 自己成为你的拖累 奶奶这样不舍得 花钱治病可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让她主动配合 去精识看病 对 奶奶 您不是想见秦川吗 这样吧 您跟我一起去精识找她 怎么样 可我这身体 不耽误 我正跟医生商量转院呢 放心 都包给我身上 不行 我就在这里治 去精识太贵了 那您不打算 见您孙女去了 可是 没有 没有 可是 奶奶 您就跟我去嘛 到时候 我跟小川都去看您 等您治好了病 再活他五十年 我跟小川 就能一直陪在您身边了 再活五十年 我不成老妖怪了 只怕到时候 你和小川 都嫌我这个老太婆 太唠叨 他敢 他要是想见您 就揍他 唉 秦川那边还一直催我离婚 我要怎么说服他先不离婚 配合我演戏呢 助理 麻烦您跟秦川先生说一下 我现在还不能离婚 我就知道他没那么好摆动 海小姐 做人不能言而不信 离婚协议已经签了 乐禁期也结束了 现在是该办手续了 怎么能反悔呢 我不是说不离 只是暂时不能离 得过段时间 为什么 我奶奶生命住院了 现在 我不能告诉他我要离婚了 等他身体好一点 能接受了 我一定配合您去办离婚手续 他奶奶病了 海小姐 您奶奶想见孙女婿 你再去男后去不就行了 何必一定要拖着秦先生 什么男朋友啊 对 昨天见面一时嘴快 说和男朋友一起吃饭 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海小姐 您开个架吧 开什么架 你想要什么 您自己心里清楚 我没骗你 我真的只是想让我奶奶好起来 这理由 您信吗 您又不爱秦先生 你何必抓着他不放 我跟秦春结婚本来就不是为了爱情 这跟爱不爱的有什么关系啊 算了算了 您这些说想要多少钱才肯离婚 谁下你的钱啊 当初我们女生就是在那让她们给爱情 现在的 反倒成了长得牵挂 狗 从离婚就相识 现在来配合我这种样狗 才说我不想 嘿 谁现了这样的老狗 你怎么看 老人生病也太巧了 我觉得 应该是海小姐猜到了您的真实身份 想多拿些钱 那倒不至于 奶奶说过 他们祖孙俩相依为名 她也是为了她奶奶安心才闪婚的 即使她对感情不重 但也应该不会拿她奶奶生命开玩笑 那湛总 我们 给她打过去一笔钱 让她奶奶安心治病 离婚的事 等她奶奶病好了再说 您确定吗 好的站坐 我马上去办 少爷 老太太说不想听见你的声音 好 那你告诉奶奶 那个女人的奶奶生病了 什么 小龙的奶奶生病了 这什么瘦的事 你个臭小子 怎么不早说呀管家 订新票 好